好接上个视频 现在呢我们开始勾剪针了 我们绕线 这一圈呢我们第四圈是要勾连续的五次剪针 我们在剪针的位置穿针进去 勾线出来 我们勾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绕线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再勾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合并 这就完成了一针 然后直接绕线呢在下一针里 绕线勾未完成的长针 然后再绕线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勾未完成的长针 我们一共是连续的剪五次 就是这一圈不用再勾正常的长针了 直接连续的剪针 每一针都剪 剪五次 现在勾了三组了 然后绕线勾 剪针第四组 然后再绕线勾 下一针 好合并 然后第五组已经勾好了 勾好了五组减针 看一下 这里 这里是一二三四五组减针 然后勾到这边 我们对应的再勾出来两个中长针 好 勾两针中长针 然后我们就短针一直勾 勾到最后 勾到最后之后呢 我们让我们开始跟第一个引拔针勾 引拔针 勾引拔针 然后我们立一个起立针 立一个起立针呢 然后我们开始勾第五圈 第五圈呢比较简单 第五圈我们就直接的 我们直接勾一圈的 不加不减的短针 就是 所有的针目都勾短针 不加不减的勾一圈 然后这里呢 我就不再过多的讲了 因为这个短针 都比较简单 第五圈就一直这样勾就可以了 这里我就放快速度了 就是减针的地方也是勾短针 然后中长针的地方也是勾短针 就这样勾短针 好 最后一针勾 我们最后一针呢 我们下一圈是因为要换线了 换白色的线了 然后呢 我们就拿出白色的线 拿出白色的线 在这个线团中间 给它取出来一团线 取出来一根线 然后呢 我们最后一针就不给它合并了 我们就拿出线 最后一针 我们换线的方法 看一下啊 就是拿出另一根线 然后留一段线头 捏在这个后面 捏在这个后面 直接就是在短针 最后一针这个位置 开始换线 我们绕线 勾出来 勾出来之后 我们在第一针这里 勾引拔针 好 接上个视频 我们现在呢 现在就是换过线之后 我们开始勾引拔针 然后把后面这两个线头 都给它放在勾针的上方捏住 然后勾线出来 勾线出来 然后我们再立 再引拔 引拔好之后呢 我们 引拔好之后 我们开始 立一 二 三 立三个辫子针 我们又开始勾长针了 我们绕线 绕线 然后我们在同一针位置 我们桥 桥里面 还是桥跟鞋底一样的啊 桥里面的半个辫子 桥里面的半针啊 桥外半针 然后我们绕线勾出来 勾长针 然后再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再桥 外面的半针 然后勾线出来 就是后面的线头 我们一边勾一边藏 给它包在里面去啊 包在里面去 待会就不用藏线头了 然后我们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桥线勾 好 勾好之后 我们拿出剪刀 把后面这两个线 给它剪断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就不用 就不再用了啊 然后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记得 桥的时候 把这边这半针啊 给它留下来啊 桥啊 桥那半针 我们现在勾的是那半针 然后外面的这个是外半针 嗯 然后呃 这个待会是要 这一半根辫子 是要勾花边用的 嗯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是 直接就是 全部挑里面 挑 离我们远的这半边啊 挑这半边 然后开始勾 长针 勾一圈的长 勾两圈啊 勾两圈的长针 然后第一圈呢 我们是 挑这个辫子 看一下 我们这样 勾一圈 把外面这半根 给它剩在这里 嗯 一直勾 勾到最后 然后我再来讲 好 现在呢 我已经勾到最后了 我们绕线 把最后一针 也给它勾完 勾完之后啊 给大家讲一下 看一下这个横着的 这个杠啊 横着的这根 不是一针啊 这根线不是 一个针目 这个是引拔针 留下来的 然后我们这里 就直接勾好了 我们跟这一圈 跟第一个长针 上面的辫子针 引拔 我们现在看一下 还是挑的两根线啊 这里就要挑两根线了 不是挑一根线 然后我们引拔 印拔好之后呢 我们绕线 立三个辫子针 然后用同样的方法 再挑 再 就是这次 这一圈都是挑的两根辫子 然后 勾长针 再勾一圈 不加不减的长针 不加不减的长针 勾一圈 勾完之后 我们下一圈 就开始勾花边了 然后这里呢 我就不再多讲了 这个 这一圈 大家自己动手勾吧 都是很简单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